12月8日两年未发唱评的吴克群即将在本周六举行爱我哼我演唱会 即日下午克群为演唱会进行总体彩排 彩排现场各个好友邦梦堂威廉道场助阵打气 玩性大气的两个人现场玩起了演唱会上激情桥段 动作非常先至极 我看时候没有一句 没觉得不及的不及时 这是什么 客群现场猛撕威廉衣服让彩排现场立刻嗨吃顶脸 威廉不惜牺牲色相为好友出身 可见二人兄弟情意颇深 问到被撕的感觉时 威廉表示25年都没有人这么撕开自己的衣服了 我想必如果掐子一算大概25年吧 没有人这样撕开我的衣服 有人会相信吗 相信吗 客群 他都这样帮我 我只好假装相信 但是我只能说因为他一定没有被男生这样撕开过 对 我觉得 威廉是一个很man的人 而且我也没有这样撕开男生的 然后感觉过 还是撕开女生 撕开女生 其实我觉得男生要man一点就要自己撕开自己 对 比较帅 客群为了这场演唱会可谓是豁出去了 彩排现场猛撕好友衣服仅仅是开胃菜 客群自爆 演唱会当天各是会有限制级的舞蹈演出 有儿童不移的 其实因为我们有分时段 七点半开始 在鱼人码头七点半开始 然后 那时候是普通级的 然后到了 因为大概到了九点的时候 就鱼人码头开始变冷的时候 就会有儿童不移的 辅导级啊 对 辅导级的 四岁以上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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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